這個溫暖兼任 說實話這四個字 真的是有點違和對不對 對誰溫暖 請問一下大仁哥上任 打造這個溫暖兼任台灣 你有覺得線上朋友 有覺得溫暖在哪裡 兼任在哪裡 有哪裡有什麼變化嗎 但是閣員應該覺得很溫暖吧 對不對 看他的這個閣員團隊 敗選的啦 論文被撤銷的啦 大家個個有好位置 很溫暖很兼任 你看好陳建仁的內閣嗎 你怎麼去評價他這個內閣 我在談陳建仁之前 我要吐槽一下我們蔡委員 我看到蘇貞昌這個話我講 我好感動喔 老祭福利自在千里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啊 蘇貞昌選總統吧 經濟好 覺得不懷好意 不能走 我到底繼續走幹事 你選總統吧 我的生命就是我的任期 對不對 他引范仲淹的名言 岳陽柔記 這個楚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 另外一句是 居廟堂之高 則憂其民 重點不是楚江湖之遠都搞錯了 是沒講那句話 他有一天要回到廟堂之高啊 他憂他的名啊 憂我們國家憂國憂民啊 這講得真的好 他竟然抄襲中國古文件 對 之前袁崇煥也出啊 對 袁崇煥也出啊 痴心念念 問不了中國文化 對 所以你看 他今天也是誠懇的那個反省 他們的去中化對不對 但民進黨去中化 去到這個程度 我們的蘇貞昌還可以引范仲淹的 岳陽柔記說真的 那個我對不起國民黨 我要跳槽了 我要跟他一起聽 生命就是我的任期 很感人對不對 超感人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孫貞昌走得不甘不願嘛 心中有怨嘛 我做得這麼好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對不對 搞了半天 今天好像民進黨失敗 是我蘇貞昌造成的 你蔡英文也不想想看 你2018多慘對不對 民調倒到谷底去 誰救你起來的 我蘇貞昌逆轉勝 所以他為什麼跟那個蔡英文 要爆料蔡英文 他的談話內容說 蔡英文跟他講 你不要不理我 不對 蘇貞昌心理OS是 你別想不理我 所以他才去講說 你敢不理我 今天那個我們的陳建仁 苦日子要來了 苦日子當然要來了 因為說真的 蘇貞昌留下多少爛攤子 可是你不要講爛攤子 我們再講陳建仁 陳建仁我跟你講 其實我對民進黨 真的是非常瞧不起一件事情 我覺得鄭元凶 我們的委員應該也知道 你看陳建仁 這個戒掉六次 我跟你講戒掉我沒意見 戒掉我沒有意見 可是當大家在批評戒掉的時候 民進黨多惡劣 他拿誰出來當擋鍵盤 他拿江儀化 拿江儀化 好你拿江儀化 就拿江儀化來講 江儀化再接 那些研考會主委是戒掉 沒錯 但是他接行政院長就是請辭 辭掉了台大的教職 所以他是我們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位 戒掉的院長 但沒有關係 我還是不反對戒掉 OK啦 可是我就是不服氣 拿江儀化出來講 為什麼 江儀化為什麼會辭掉教職 因為他台大的規定 就戒掉只有四年嘛 滿了今天江儀化守規矩 就是辭掉 然後去接行政院長 守規矩下場 為什麼陳建仁還要搞戒掉 陳建仁戒掉是違規的 因為中研院的戒掉 基本上延任是不能戒掉的 延退是不能戒掉的 所以他擺明就違規嘛 他已經是延退 然後去戒掉就違規 可是江儀化守規矩代價 大家都忘掉了對不對 鄭元兄最知道嘛 臺大回不去啦 臺大回不去啦 泛雲啊一群人搞了一堆人 說他是殺人犯啊 他這個計較聽說是 總統府去韓中研院 對對對 我跟大家講嘛 就是你要看 不只臺大回不去喔 江儀化他到海外去當訪問 學員被追殺到美國去 他連他的母校耶魯大學 都是被民進黨被綠營的人 直接到耶魯大學去圍剿他 追殺到耶魯大學 最後不敢發訪問學員的證給 給江儀化 所以江儀化最後才到 哈佛跟史丹佛去 當訪問學員 失業了好久 那我跟大家講 你今天能怪陳建仁嗎 陳建仁當然這樣搞啊 因為江儀化守規矩在那邊 所以民進黨 撤頭之後就是一個 不守規矩的一個政府 一個內閣 你看看閣員啊 我跟大家講嘛 我們今天民進黨2022大敗 大敗 賴清德自己講的啊 全台22場大敗敗檢討會啊 第一個嘛 疫情就疫苗的問題嘛 對不對 第二個就論文抄襲嘛 第三個黑金的問題 不要說我羅志強講 是你賴清德講的 要選總統賴清德講的 是啊 他認證的 這個內閣 他有反省嗎 他的那個 陳建仁就是高端一哥啊 高端的守護神啊 對不對 他有反省今天 護航高端打疫苗 沒有啊 我們的鄭文燦 就是抄襲二哥啊 我不敢講他一哥啊 因為一哥是那個陳明通 跟那個林志堅 講他一哥過分了 二哥皆復仇 那剛剛好 完全沒有反省嘛 所以因此 民進黨這一個 整個內閣的布局 擺明了 我就跟大家講 兩個字擺爛 他根本不在乎外界的觀感 所以回頭想一想 那不如留蘇生昌下來嘛 搞那麼這一攤 也沒有任何意義啊 所以他至少做蘇生昌 蘇生昌還會出現原重犯 還會出現犯中煙 對不對 對啊 你至少每天都有標題啊 所以我支持蘇生昌 蘇生昌加油 對啊 他下來 他確定下來之後 不是民進黨一片 擁戴讚美之聲嗎 對啊 那在他還沒有確定 要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不講話 所以那如果說 做得那麼好的話 幹嘛要他下來 我今天下午聽楊明講 我快笑死了 他說你們都誤會了 溫暖 溫暖兼韌 不是這樣念 是溫暖兼 林志堅 溫暖兼 溫暖兼怎麼沒有入閣呢 對不對 真的 這個部分 所以不溫暖 我跟你講 你們大家都溫暖 沒有溫暖到這個小志 陳建仁 在這個 我們2022選舉 只有三件事 留下大家深刻印象 第一個護航高端 第二個挺林志堅 所以溫暖兼 溫暖兼不是亂灌 第三個是什麼 就是明明領著中研院高薪 還去接陳時中 紀權總部主任委員 這在國民黨的任內 死罪一條 怎麼可能 你那麼高的薪水 49萬 你領的薪水 要去當競選的職務 你是拿國家的薪水 去當競選的職務 那是你們國民黨笨嘛 對 這我承認 向來如此 所以你看溫暖兼 就是要好好的溫暖 林志堅 所以林志堅 不要灰心 不要喪志 我們的溫暖兼 我們的大人格 對你一定會 稍加十日 會有好的安排 對還有第二波第三波不要急 不要急 林志堅不要急 先休息回到先站清白 對 把清白站回來之後就可以高升了 做本店是教育部次長就是林志堅 贊成 沒錯 直接當部長 直接扶正就好了 對 部長可能怕直選 次長比較不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 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把氣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 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